好 我們上個禮拜是教一個新的回歸 他是做二元分類的對不對 邏輯斯回歸嘛 那我們今天要來教大家 那我怎麼做多分類 那這個 在做多分類之前啊 我們先對多分類做一個想像好了 就是多分類 我們怎麼從二元分類擴展到多分類 我們的二元分類它是輸出一個0到1之間的機率嘛 對不對 大家有印象喔 那多分類我們的輸出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想一下 它應該是長成 絕對說有A B C三個類別好了 它是不是應該比較有可能長成 A的機率是百分之幾 B的機率是百分之幾 那C的機率是百分之幾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三個加起來要百分之百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們先對輸出的類別做一個想像 你如果從 那個二分類 就是覺得說像上個禮拜 我們有P跟E-P 然後它是不是等於P跟E-P組成的 二分類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多分類我們應該是 有如果是三個類別應該是P1 P2 P3 那P1 P2 P3他們加起來必須是百分之百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如果你了解我們的意思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要怎麼去把它做出來 也就是說 一個東西進來了以後 這個X進來了以後 我必須同時給它三個輸出 這三個輸出 然後我在想辦法把它轉換成一個機率 那這個三個輸出的機率 加起來必須是百分之百 這是我要滿足這些條件 這樣我的預測式才好寫嘛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如果你了解我的意思的話 我們來想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做一個擴展好不好 我們先把它檔案讀進來 誒 誒 發生什麼事了 多了一個 多了一個這個 好 讀進來了以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先來看一下我們的現金回歸 我們先用現金回歸來看 還不記得當初我們有 先用現金回歸的矩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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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等於xb加上1 這xb我再教大家複習一次了 好不好 這個 矩正的乘法是怎麼乘呢 是 1乘以beta0加上x1乘以beta1 這樣就會變第一格嘛 對不對 第二格是什麼 1乘以beta0加x2乘以beta1 這樣會變第二格 對不對 好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矩正式 你必須要再 等於說你必須要再大概了解一下 你不用太複雜的記起來 反正你就知道有這回事 好那 他的求解過程 最後我們關鍵是 y跟x是乙之數嘛 對不對 那我們想要求的是b b矩正 那b矩正怎麼求呢 我們在第四課的時候 經過了一系列的推導 我們是不是算出這個方法 這樣子的方法 我們可以得到我們的b矩正 好那 你發現了一件什麼事情 就是 在這一個b矩正裡面 這個 y b的矩正的維度 是不是被y矩正的維度給決定了 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一下 x是什麼 n乘以m 這個m是 m是那個 就是variable的數目 這樣可以接受嗎 n乘以m n是sample size m是variable的數目 把他轉字了以後 他是不是m乘以m m乘以m乘上一個n乘以m的矩正 是不是個m乘m的矩正 在這裡一定是個m乘以m的矩正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接著咧 他再乘以一個m乘以m的矩正 他再乘以一個n 這個 這個一定是 這邊一定是這個 等一下我看一下喔 這邊是n乘以m 然後把他轉字之後 m乘以m的矩正 這樣可以接受 那這個矩正 他一定是 他一定是 這個 n乘以m轉字一定是m乘以m 對不對 所以前面全部乘完之後 他一定是一個m乘以m的矩正 他一定是一個m乘以m的矩正 對不對 好 所以y啊 y的關鍵 y現在是一個m乘以m的矩正 所以他乘出來是m乘以m的矩正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你這樣接受嗎 那如果y是 m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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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万乘以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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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我只用我自己的身高去預測爸爸的身高 那我很簡單的把Y擴展 也就是我用自己的身高同時預測爸爸的身高跟媽媽的身高 那我這樣的一個式子居然可以寫在一起 這樣如果你還是聽不懂的話 我們來簡單的用一些東西 我們來做一下實驗好了 首先我們的X是年齡 X是年齡 我們現在同時要用年齡預測Rate跟PR 我同時要預測這兩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標準的做法是什麼樣子 就是按照我剛剛跟你們講的那個做法 我們首先先把年齡、Rate跟PR全部都沒有NA的在留下來 X矩陣、Y矩陣都決定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X矩陣跟Y矩陣長的什麼樣子 這個X矩陣長的這樣子 1然後這個是A矩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齁 那我們的Y矩陣長的什麼樣子 來看一下 第一個Column 它是 第一個Column是Rate 第二個Column是PR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用X預測Y一次預測兩個 一次預測兩個 為什麼要 這件事情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對Y 第一個Column做一次 第二個Column做一次 那我們現在一起做 我們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一起做什麼做咧 來 BMatrix 等於 我把XMatrix轉置之後 乘上XMatrix 做 反矩陣 再乘上 XMatrix的轉置 再乘上Y矩陣 這一個 公式我們之前推導過 所以大家應該是可以接受啦 你就要記不起來沒關係 你就直接用 好我們得到的答案 你看到了吧 75 9.5 0.07 142 6 0.34 這是什麼意思 Edge 跟Rate的關係是 這個 Rate 等於 79.5 加 0.07 乘以Rate 乘以Edge 那 Pr呢 Pr等於 142.6 加上0.34 乘上Edge 我是不是一次把兩個式子 給求出來 為了怕你沒有辦法了解 這個 這個式子這樣完全是等價的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好不好 首先 我們把 X去預測 Y矩陣裡面的Rate 這個就是標準的做法嘛 對不對 我把它分開做 我們看一下回歸係數 完全一樣 看到了嗎 完全一樣 一個字都不差 這個你說 後面 小數點 有被捨去一點 做什麼四捨五入就不重要 這樣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把Rate給MPR 你發現了什麼 這個 是不是 我如果 透過 矩陣的方式去計算的話 我本來 要做現行回歸 我本來一次只能做一個 我本來一次只能做一個變數嘛 對不對 我現在一次居然可以做兩個以上的變數耶 這樣 這樣有聽得懂我意思嗎 感覺還蠻厲害的對不對 這個 這就是矩陣它厲害的地方 所以說 為什麼我們 就是前面都一直交矩陣 這就是這個原因啊 到這邊我一直有沒有人聽不懂的 我們就 大家問一下 有沒有人覺得 很困難的 就是 我們在這裡只是交矩陣的擴展 本來的現行回歸是 本來現行回歸是長這個樣子 我們都以為 Y只能夠N乘1 實際上 Y是可以N乘M的喔 那這個M就決定你的Y 要輸出一次輸出多少條現行回歸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是不是很方便 應該大家都聽得懂吧 這個 很簡單的一個證明而已 這樣可以吧 好 那如果你都 聽得懂的話 那我們再來想一下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這個 我們目標要 預測一個多類別的 outcome 對不對 那我們多類別的 outcome 我們假設我們要預測的是 AMI 好了 還記不記得在 第四課的時候 我有教大家說 如果我今天 有個多類別的東西 我要放進 那個 那個 就是放進這個 X矩陣裡面的時候 就是我要拿它來 預測的東西的時候 我是不是要把它轉換成 虛擬變數 還記得這件事嗎 怎麼轉換捏 就是 當 AMI等於 這個 我們必須 主要說AMI有三個類別 AMI有 NOT AMI 然後 NONSTAMI 跟STAMI 總共三個種類 那主要說 我就要這樣編嘛 就是 把它變成兩個變相 對不對 把它變成兩個Variable 然後一個Variable 是 如果 AMI等於NONSTAMI 它就等於1 剩下就0 那另外一個變相是 如果 AMI等於STAMI 等於1 那就變相1 剩下就是0 那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把AMI 一個多類別的變相 它本來是 K類別 變成 K-1的變相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邊都沒有問題 好 所以同樣的道理 我可以把它 把它轉換成 類似這個方式 它現在 我必須把它放在Y 這是我要預測的目標 我要預測的目標 是一個多類別的目標 我要把它放在Y 它必須長成什麼樣子呢 很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AMI 這邊是不是有 這邊Y是不是有 這邊是不是就是 Y的輸出就是三個類別 Y的輸出三個類別是什麼呢 就是 N乘以3 那這個3呢 你會發現 它加起來是1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就代表它可能是第三個類別 這樣可能就代表 這個人 它可能是第一個類別 這代表這個人 是第二個類別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來簡單看一下 我們把這一串語法 走過去一次 我們看一下喔 好 我們首先先 先把AMI變成Factor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 前六筆資料 它的AMI的屬性是什麼 STEMI NOT AMI NOT AMI STEMI NOT STEMI NOT AMI 這樣可以接受 第一個類別是 NOT AMI 第二個類別是 NOT AMI 第三個類別是STEMI 所以 第一筆資料 第一筆資料應該是001 第二筆資料 100 第三筆100 第四筆001 第五筆010 第六筆100 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 這個 函數 這個函數 可以很快的幫助我們 這個MODEL MATRIX 這個函數 可以很快的幫助我們 把我們的Y產生出來 看到了吧 跟我們預期的完全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 好 然後這個 X勒 X就是我要先用 Edge跟Rate去預測AMI 那我用Edge跟Rate 預測AMI之前 我把它變成一個X矩證 這個沒有問題吧 就是 1就是拮据項嘛 對不對 然後 接著第一個Variable是Edge 第二個Variable是Rate 這樣沒有問題 好 那我這樣編碼完之後 我這樣編碼完以後 我們下一次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用 每一個 這是我們要 我們要 對這個Y要建一個線性回歸嘛 對不對 我們要對這個Y做一個線性回歸 但是 我必須要給他一個約束條件 那個約束條件是什麼 我剛剛輸出 那個Y的時候 我要輸出 Y的預測值的時候 我並沒有要求 我並沒有要求說 這個 他們 彼此之間必須要有什麼關係 可是現在我要給要求了 他們三個加起來 必須要等於1 對不對 記得 記得 你們在最開始的時候 提出這個約束條件嗎 那 什麼樣 那 除了這個約束條件以外 還有一個隱藏約束條件 你們可能看不出來 也就是說 我輸出的這個結果 它每一個都必須大於0 大於等於0 它可以是0 但是 那個機率不可以是負數吧 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嗎 機率不能是負數吧 那 它必須是介於0到1之間的數 但它們加起來又必須是1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手上有什麼工具 因為先進回歸 雖然我一次可以很方便的輸出三個類別 可是問題是這些都是 職餘都是負限大到正無限大之間嗎 對不對 好 那我的兩個約束條件 第一個約束條件是 三者必須都為正 對吧 三者必須都為正 什麼樣的方式可以把一個 負限大到正無限大之間的東西 變成一個正數 至少是 正0到 無限大 指數函數 指數函數可以做到這一點對不對 負限大到正無限大之間的數字 我只要做了 exponential 他的值率是不是就介於0到無限大之間了 可以接受這一點喔 如果你可以接受這一點之後 你再發現那 他既然已經是 0到無限大之間了 那我是不是分母可以放 他們三個加起來的數字 假如說 今天一個人是 一個人 是100 一個人是200 一個人是300 那這樣子 那大家的機率就是 600分之100 600分之200 600分之300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所以這個函數啊 他其實不複雜 這函數的邏輯就是 我的輸出 我的輸出是一個 負限大到正無限大之間的數 對不對 然後我把它 我把它變成這個就是 先把它全部都變正數 然後把它變正數就是exponential 這很簡單 那接著 我再把分母變成大家的累加 那這樣子是不是大家 加起來就會是1 並且 每一個都是正數 好 這softmax 產生 softmax這個函數 產生的邏輯 可以懂嗎 如果你可以懂的話 那你會發現 欸 那 我們現在 要求一個函數的解 我們發展出一個新的函數 像上個禮拜 我們搞出一個新的函數 S型函數 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麼 求它的偏導函數 為什麼 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利用連鎖率很快的下去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函數的偏導函數長什麼樣子 這個答案其實沒有非常難 你只要把它想這個樣子 你要說現在三個類別 現在總共有三個類別 我們把這裡就是變成 1的x1 加上1的x2 加上1的x3 對不對 好 上面 上面 這個j 它等於i的時候 也就是 上面在這裡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 你現在 你對這個東西求為分的時候 它有三個 三個偏導函數的解 為什麼 因為這個x總共有三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對 我對這個 我對現在 求這個東西 這個xi有x1 x2 x3 我對任何一個求偏導函數的時候 我得到的解 如果是 一樣的 這兩個是一樣的 我得到的解是長這樣 如果不一樣 得到的解是長這樣 這個東西 我覺得 我們在這裡 就是 我們在這裡先跳過好了 因為這個解其實 並不好理解 我們等一下用結果來反推就好 我覺得 等一下我們結果 如果求出來答案是對的 那我們就可以證明在這裡是沒有問題的 好不好 不然的話 這個 式子要求解 它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 你必須要把它全部展開 好 那 你如果發現 這個 就是 softmax 這個的偏導函數 你觀察了之後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也有 softmax 這個 這個是不是一個 1到0到1之間的數字 這是一個0到1之間的數字 乘上 1-0到1之間的數字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東西很討厭 這個東西上個禮拜 我們是不是設計了一個新的損失函數來把它處理掉 本來它是用殘差平方核的損失函數 本來是殘差平方核喔 現在 我 我現在用 cross entropy這個損失函數 讓它可以在偏導函數上下約分 可以把它處理掉 好 那我問一下大家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要怎麼設計偏導函數 但是 如果 你已經知道你其中一個偏導函數是長這樣 你現在設計的損失函數 必須要能力把它約分約掉 你想到了什麼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時間你就可以想要log 為什麼要想要log 因為logx求回分之後是x分之1對不對 所以你也一定要有log這個元素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你說 這個式子為什麼會求出來 為什麼會求出這個式子喔 這個 這個 你現在如果回頭看的話怎麼解釋都可以啦 那我們就先佩服一下當初提出來的 我們現在來好好想一下這個式子要怎麼解 好 大家現在想一件事情喔 如果今天 我已經告訴你一件事情 箱子裡面紅球的比例20% 黑球的比例30% 籃球的比例50% 請問你現在抽中紅球的機率多少 20%對不對 抽中一紅一黑的機率是多少 0.2乘以0.3 然後再C2取1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重點是0.2乘以0.3對不對 好 如果今天有3顆球 你分別抽出這個 紅紅 紅紅藍 這樣是多少 0.2乘以0.2 乘以0.5 這樣可以接受嗎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不是跟 之前那個什麼 p 乘以1-p 那個東西很像嗎 就是你抽中 positive sample 你就用p 那你抽中 negative sample 你就用1-p 那現在關鍵只是說 我抽中了 a 我就要用 第一個p 我抽中了b 我就用第二個p 我抽中了c 我就用第三個p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寫成 這個p的y次方 為什麼 因為y已經被我編碼成這個樣子了 y已經被我編碼成這個樣子了 y被我編碼成這個樣子之後 我是不是y的0次方自然就是1嘛對不對 那如果以這個式子來講 y的p次方累成起來會長什麼樣子 p1的0次方 乘以p2的0次方 乘以p3的1次方 那答案是多少 p3的1次方對不對 p3 所以 我是不是可以很簡單的 把機率換成y的累成 y的p次方的累成像 可以接受嗎 那可以接受這一點之後 那每一個樣本全部加 全部 累總機率多少 每一個 機率的累成像 我全部一起取log 那遇到一模一樣的事情 y又可以放下來 對不對 然後logp 然後 因為剛剛那個是越大越好 我現在想要越小越好 所以我要取個負號 好所以這個mlogloss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你現在看這個式子 你可能會覺得 就是 欸好像怎麼想都很有道理 不過我要跟大家講 就是 反正第一個提出來的人 一定就是很厲害 這樣知道嗎 我們之後還會學到很多 很特別的損失函數 你 你如果看著那個式子回頭想 你都覺得 很有道理 不過 那個 就是想出來就是很厲害 我們就是學起來就好了 好不好 反正 這個outcome也沒有幾個 幾種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你現在知道多類別的損失函數 你就是要用mlogloss這樣的一個損失函數 對不對 那 logp 那就對p求為分 這還不簡單 批分之一放著 從上面到下面 應該是輕而易舉吧 這邊不會有人 現在還看不太出來吧 那你如果不會求為分也沒有關係 你就默認這件事情是對的 好不好 你就問一下你的同學 欸 這個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 你就當作是對的了 好不好 那我們當作對的以後 我們現在把 我們現在要 來看一下 我們的overall的式子 我看一下後面有沒有overall的式子 好 我們overall的式子 長得這個樣子 我前面我看一下 兩個式子合起來的偏導函數 我們要先求 我們看一下 首先 如果一個x丟進來之後 丟進softmax 它會得到一個p 然後p跟y 我要變成一個mlogloss 它變成loss 我兩個函數 合起來的偏導函數 它會長成 首先我先對loss求p的偏導函數 再對p求x的偏導函數 這裡我只是用了一個簡單的連鎖率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用了一個簡單的連鎖率之後 我發現 左邊這個東西 這個我會耶 這不是在前面這裡嗎 負y 乘以p分之1 再乘以pj 對不對 欸那我現在問題是 我這個東西 它求偏導函數長的什麼樣子 欸我們往前看喔 它是不是長的這個樣子 你這個啊 p 這個都是p嘛對不對 p除以1-p 跟p除以0-p對吧 可以接受 好 所以說你把它展開的話 因為有兩項對不對 一個是 那個i等於j的時候 i等於j的時候 i就不放了 我就全部都帶j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另外像是i不等於j的時候 我要把那兩項雷加起來 這樣可以接受啊 就是 這一坨 這一坨是前面這個吧 欸這一坨是 這一坨是前面這個 這樣可以接受 啊前面加個負號 然後 p除以0-p跟p除以1-p 看前面 p除以1-p p除以0-p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一樣的東西啊 這是p除以0-p 這是什麼 i不等於j的時候 i等於j的時候 i等於j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 i直接帶j嘛 對不對 p除以1-p 所以 在這裡 p除以1-p 但是是j喔 因為i已經等於j了 對不對 好然後在這裡 p除以0-p 好如果你這兩次就求出來 那後面 就很容易求啦 因為後面就沒有偏導函數了嘛 對不對 我就只是把它展開合併而已啊 展開合併的過程很簡單啊 來 全部盛開嘛 全部盛開 這個部分 我們就 這個 我們就不跳 我們就直接跳過了好不好 答案就是 p-y 這樣夠簡單吧 兩個 連續函數 softmax加mlogloss 兩個合起來的偏導函數 太簡單了 居然就是p-y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 上面過了以後 下面我不展開 應該不會太過分吧 好不好 好 好那你如果可以接受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來想一下 這個 我們來想一下這個 我們等一下 我們要求 overall函數的解了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要求解之前 我們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什麼 就是我們的 預測函數 它長成什麼樣子 損失函數是mlogloss 這個我知道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它整包 這樣子 我想要求整包的 beta的偏導函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涉及了多少元素啊 Y Y矩陣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 它加起來必須是 001 或者是010 或者是100 這個可以接受吧 這個我自己設的嘛 這個 但是它形狀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那p呢 這邊有一些限制 但是這個限制 softmax有幫我解決了 對不對 加起來必須要是1 然後每個都要大於0 這就是p矩陣 那x矩陣呢 x矩陣 x矩陣就是 我們一開始 我們要用 age跟rate 去預測ami 所以這個一定就是age 這個一定就是rate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然後接著 b矩陣呢 欸這個 這邊有三個 我要輸出三個值 三個值對不對 所以我的beta 是m乘以3 那以這個例子就是3乘以3 這樣可以接受我的意思嗎 我把x跟beta乘在一起之後 它是不是會出現一個 n乘以3的大矩陣 那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叫做l 這個l矩陣 它的值語都是負無線大到正無線大之間 經過sofmax這個函數 給它一些約束 給它什麼約束呢 讓它 每一個roll 加起來都是1 並且每一個值都要大於0 可是sofmax給我們就是這件事情嘛 接著 得到p 你得到p以後 p跟y 就可以用mlogloss 整合出一個新的 損失函數 所以這樣子多類別的預測函數 多類別的方程式 是不是長得也蠻簡單的 好到這裡為止啊 我們先問大家一下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我要問的問題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是微分的過程不清楚 那沒有關係啊 那個部分我們可以跳過 我想要問大家是說 有沒有人看著這個市長 沒有辦法理解就是 為什麼預測市長成這個樣子 好我們等一下練習題的時候 總是會有機會 走到你旁邊讓你發問啊 那沒有關係 那我們這樣一個大包的市值 我們最終位之數是什麼 位之數是b對不對 b是我們的位之數 我們只要求出來了 這個市就不難解了嘛 對不對 我們只要求出b 那以後給我任意的 edge跟rate 我都可以算出相對的p 對不對 可以接送喔 好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必須使用連鎖率 我們必須使用連鎖率 我們要對 L 求mlogloss 跟softmax的整合函數的 這個 偏倒函數 在乘上 對 xb xb就是個l 解b的微分 這樣可以接受 我這邊用到連鎖率 這個超簡單啊 前面是什麼 p-y 我剛剛求過了對不對 p-y 那後面呢 後面就x直接放下來 所以這個式子的 對於beta來講 它的偏倒函數 就是xt 乘上p-y 那p怎麼求 p你也會求嘛 對不對 那x跟y都是已知數嘛 所以說 欸這個 我們是不是把 b的偏倒函數 我們把b的t度 t度就是很多斜率的組合嘛 這樣可以嗎 我是把b的t度給求出來了 b的t度求出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來做一個實驗啊 我們用t度下降法 輕手做一次 怎麼做呢 來看著喔 我現在先用一個虛擬資料 這個虛擬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x長什麼樣子 這個x是不是拮据 然後這個是 這個 就是花二長度 花二寬度 花瓣長度 花瓣寬度 花瓣寬度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 這些東西我要去預測什麼東西 我要預測它的y 它的y長這樣子 100 或者是001 010 或者是001 這樣可以接受 啊我要建立這樣的一個式子 我要怎麼做t度下降法 我們來看一下 來 number of iteration 5000 我設個5000 我設個5000 就是做5000步嘛對不對 然後勒 learning rate 0.05 b matrix 它的起始值全部都是0好了 但是它必須是5x3的矩陣對不對 因為這裡是5 那它的輸出類別是3 所以它必須是一個5x3的矩陣 這樣可以接受嗎 然後勒 所以 在 第一代的時候 在i等於1的時候 執行一次 執行什麼勒 x先乘以b 得到l l是我剛剛那個linear predictor 這個linear predictor 我要先經過softmax softmax函數比較複雜 它要對每一個raw 做exponential 再除以sum的exponential 我這邊來簡單做一次喔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i等於1 我執行這一行 我們先看一下l長什麼樣子 這個l一定全部都是1 全部都是0 為什麼 因為我的β matrix現在全部都是0 對不對 所以乘起來一定都是0 我經過這一個 函數之後 我們的p一定每一個都是0.3 0.3 接著咧 這個b matrix 就等於b matrix 這是上一代的b matrix 對不對 減掉learning rate 乘上b的t度 b的t度怎麼求 x的轉置矩陣 乘上p-y 除以n 看前面 x的轉置矩陣 乘上p-y 除以n這個東西 你想除或不除都可以 那只是 因為這一定是一個常數嘛 這個東西數字大了 那就等於run rate小了 所以有沒有後面這項其實沒有關係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b matrix是長這樣喔 經過第一次的求導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b matrix長成什麼樣子 欸是不是 有一些數字的變化 好那我們再做一次 來 l再求一次 現在l就不會大家都是0了喔 會有一些數值的變化對不對 是不是有一些數值的變化 好 有些數值的變化之後 我們再看p 好 加起來還是百分之百 但是是不是數字不太一樣啊 數字的大小不太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再得到下一代的b 欸這個是不是又改變了 好 重複這個步驟 5000次 就是 你得到b matrix 長成這個樣子 長成這個樣子 也就是什麼呢 一個 新的花朵進來之後 一個新的花朵進來之後 你就 先求得 這個 這個 這個l 你就可以先求得 第一個 的linear predictor 第二個 第三個linear predictor 然後把它softmax 處理之後 我就可以得到 各個種類的機率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剛剛沒有跟大家介紹這個虛擬資料是幹嘛的 這虛擬資料是 有個人 他去把 這個 他去找這個 這三個是 不同的 我忘記了 是不同種 同個數不同種的花 那 他們 長的樣子不太一樣嘛 他就把它花半長度 花半寬度 花二長度 花二寬度 把它各量50朵 然後得到那樣的一個數據值 好那 那 這樣的 最後我們就可以 如果我們得到了b矩陣 我們要 求得我們的機率 是不是就非常簡單了 我們要怎麼求 來 我們把這個b矩陣跟原來的x矩陣 直接乘上l 然後並且得到p了以後 這個p是不是每個類別 你看 那 以第一個 以第一個樣本來講 他這一個是不是 0.99 9.9乘以10的一次方嗎 0.003 呃這個10的-12次方了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raw 他是不是估計 他是第一個種類 第二個raw 他是不是估計是第二個種類 第二個raw 他是不是還是估計第一個種類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們要很簡單來看一下 有一個函數叫做 maxcolon maxcolon p 第一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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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啦 好那y呢 y矩陣呢 第一個種類 y矩陣當然是可以求maxcolon 因為 你maxcolon 你是取最大值嗎 那意思就是把1的找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你看喔 這裡是我預測的 這裡是實際的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兩個做一個比較 我們來看一下有多準 好還蠻準的吧 幾乎 大部分都答對了對不對 98%的個案 是不是都答對了 所以你看這樣的一個 預測方程式 建立起來是不是蠻簡單的 應該算蠻簡單的吧 對不對 好那蠻簡單的 我們來 呃我們先 在用套件之前 在用套件之前 我們 想說 先讓大家到這一步 你至少要會用T2下降法 求到這個Bmatrix 好不好 應該不會很難 你甚至連檔案都不用下載 你從這裡開始複製 然後到這裡 到這裡結束 你來看你是不是可以得到一模一樣的結果 好不好 我們先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我想就是 剛剛的練習結束之後 你應該會 就是 你應該有一些時間去反思一下說 這個多類別的方程式它怎麼做出來 那我們不可能每一次 呃 要做一個就是 這個多類別的預測 我們都要自己搞T2下降法 對不對 我們總是要用一些簡單的套件來執行 當然原理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樣子 那我們上個禮拜 那個邏輯思惠規 是有個函數叫GLM 它很容易的可以做出來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多類別的預測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希望會套件GLM NET 這個 它多了一個NET這兩字啊 就 這個 它就可以做多類別的函數啦 好啦 那它為什麼叫GLM NET 這個我現在沒有 我 這個我要到大概 欸我有點忘記了 大概第12第13課的時候再跟你們解釋啦 就是 那個 這個套件到時候我們還會再用 我們現在就先用這個套件 來重現一下我們的結果就好了 好那如果你要使用套件的話 一樣 你必須在 Package 這個 欸這裡你把它安裝 GLM NET這個套件 安裝完之後你才可以使用 那我就直接安裝了 我已經安裝完了 我現在直接用 好那我安裝完了之後 來看著喔 我要做什麼事我看著 首先我要把 這個 K 跟這個 就是 我要先用年齡 年齡跟QTC 去預測 K K是我們的假離子濃度 所以這個GLM NET 它不只是可以用來做 這個多類別的預測喔 它也可以用來做 線型回歸 這是線型回歸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答案 好它的回歸係數是 4.22 4.244 0.018 -0.03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跟我們的答案有沒有完全一樣 欸 這個基本上完全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個函數 不怎麼神奇 對不對 這個函數不怎麼神奇 就是 反正就是 欸 我可以做出線型回歸 一模一樣的東西嘛 對不對 它只是 有個多類別回歸的擴展 比較值得注意的一點是 這邊我是不是下了一個參數的 浪打得0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把浪打得0刪掉 我們再做一次 答案是不是 呃 我們不要 我不要這樣設好了 因為我現在這樣子 我現在這邊 這樣講的話 你們會看不懂 我把浪打改成浪打等於0.1 你發現答案是不是跟剛剛不太一樣 跟剛剛這個不太一樣對不對 好 所以說 你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在這個函數裡面 如果你要完全重現 linear regression 結果 浪打必須等於0 那至於這個浪打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在第11課 第12課的時候 講到那裡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浪打 浪打是什麼東西了 好不好 這邊我們不可能會跳過任何東西啦 好 好 那我這個函數做出來 是不是做出一個叫 FIT0MNET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就是我的model 這個物件就是我的model 那 predict這個函數 你記得我們之前是不是就 很 就已經學過 非常簡單 那predict這個函數可以很快的幫助我們 得到預測值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來 把x x 跟這個 x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大矩陣嘛 對不對 你有沒有注意到 現在這個x 這個x矩陣 它是沒有結局的 如果你想要放到這個 0MNET這個函數裡面 你放的矩陣是不需要拮据的 好 所以到這裡為止啊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發現了 我們是不是用 我們每一次使用的 套件 它使用的函數 它的input都長得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今天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就是 今天你上了這一個學期的課 你也許最後那些推導公式 完全就是不會 那你就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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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模型都只能夠用套件來做 那也沒有關係 可是至少你還會用那些套件 你會用那些套件 你要知道 每一個套件的input都長得不一樣 你必須要有能力把 資料 整理成那個樣子 你才有辦法去做 用這個套件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我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我們這個課就是這樣子 我們每一堂課會教一到兩個新東西 那個新東西 我一定會用數學證明 告訴你它是怎麼做的 然後我再用套件做一次 跟你講說完全一樣 所以以後你就用套件就好了 你不需要經過我們那個 嚴格的數學過程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喔 我們用過Predict之後 這個Predict Y 是不是就是預測的假離子濃度 這是預測的假離子濃度喔 好我們來 用把預測的假離子濃度 跟實際的假離子濃度 做於 correlation 得到的答案是0.28 這代表什麼意思 相關係數有0.28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不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啦 但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數值嘛 這樣可以了解 這個Predict這個函數 應該是蠻好用的 Predict這個函數應該是蠻好用的 好那 欸這邊怎麼跳這麼快啊 欸線性回歸為什麼這裡馬上 喔 喔我是要先 我是要先給大家看說 這是 這個B Matrix 這個B Matrix 是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在做這個 就是 這個虛擬資料的時候 我們得到的結果 我們得到的結果 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 我想要用 花瓣 就是 花二花瓣的這些長度寬度啊 去預測 它是哪一種花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 我的 這個矩陣是我剛剛求出來的結果 這個矩陣是我剛剛求出來的結果 我現在要使用函數GLMNET 來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首先我需要把 X變成 我X拯鋸我就不要了對不對 拯鋸我就不要了喔 所以我只剩下 四個參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的Y勒 我的Y也非常重要喔 我的Y本來是被我 incode成001 或者是010 或者是100 對不對 現在如果你要用GLMNET這個函數 你的Y就直接是本來的 本來的這個Factor就好了 注意它class 一定要是Factor 這樣可以了解嗎 你這樣子的話 你要知道就是 你要用GLMNET做多元 多元類別預測 你的Input 跟現金迴規長的是 邏輯是一樣 拮据項去掉 你的Y 請你不要先把它轉成010 100那種格式喔 直接用原來的Factor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接著咧 我們來做一個預測 好 X就是那個大曲陣 Y就是那個大Y 大Y那個 那個東西 然後Family 注意Family改囉 本來的Family是Gaution Gaution就是高斯分部 高斯分部就是常態分部 意思就是Linear的Predictor 現在我把它改成Martinomial 多類別 好我只有做完預測之後 我們首先先把它的係數叫出來 你發現它的係數 非常奇怪 21 9 10 -31 是不是跟這個差非常多 我們得到的答案是錯的嗎 各位同學 你們覺得得到的答案是錯的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對不對 為什麼我得到的答案差這麼多啊 這個好我跟大家講 原因是這個樣子 我們剛剛的這個式子 我們剛剛的這個式子 在這裡是不是會經過一個SoftMix SoftMix有什麼效果 我剛剛已經講那些效果 就是 數字全部變正 加起來要變 1 對不對 它還有一個效果 就是 如果今天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串數字 就要說C 1 2 3 它等於x 那這個 x現在長1 2 3對不對 那 exp x 除以 sum exp x 這就是 第一個類別的機率 第二個類別的機率 第三個類別的機率 如果 我的x 等於 x-7好了 x現在長這樣對不對 我再做一次SoftMix 欸 答案一模一樣 為什麼一模一樣 因為 做了Exponential之後 做了Exponential之後 他的這個 就是 你本來的 你本來是差距一個數 Exponential之後 是不是就是差幾倍 等我意思嗎 來 這個 原本這個x x-7 之後 這個 Exponential的這些數字 對不對 那 你把Exponential x加7 它長的這個樣子 它 這個東西 除以 這個東西 它是不是固定的倍數 這個倍數 是多少 x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個 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說 我在 在相加 我在累加分支自己的時候 我如果大家一起乘上某一個數字 那答案會完全一樣 這可以理解吧 就是 1加2加3分之1 是不是完全等於100加200加300分之100 所以說 如果 因為你的方程式裡面有SoftMax這個東西 這導致會有非常多個Beta 非常多個Beta 他們預測出來的結果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一個方程式 跟前面最大的不一樣 為什麼 多類別跟 二類別要分開來 我為什麼 要上兩節課 不是我偷懶 好不好 如果能夠一節課上完的東西 你們應該感覺出來 我絕對不會拆兩節課 對不對 你們應該感覺出來 這一門課每一堂課都已經非常硬了 對不對 再多音點也不會怎麼樣啊 那 所以說 其實是 真的是 這個式子真的是不太一樣 這樣懂我的意思齁 SoftMax它的效果就是這樣子 好那 所以不要緊張 因為在SoftMax的函數作用之下 很多式子會給出相同的答案 但預測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我們再做一次實驗 這個 我前面 因為我不小心把前面刪掉了 我要再跑一次 好我再來做一下 然後再來得到這個結果 好這個是我用 嚴格的數學推導得到的答案 對不對 然後這個 接著 我要來這個predict 你的 b matrix 就是我用剛剛的b matrix 得到的答案 這樣可以接受吧 我這裡再做一次 我現在連做兩次對不對 這個是我用剛剛的b matrix 就是我用t度下降法得到的答案 我先跟大家講 其實 這個它的核心原理還是t度下降法 只是起始值不一樣而已 因為我剛剛起始值都是0嘛對不對 好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predict出來的b matrix 它長的這個樣子 這個maxcullen之後它長的這個樣子 predict出來fit glm net 它長出來長這個樣子 我們用table把它做一個比較之後 你會發現 他們兩者的預測幾乎是一模一樣 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可是還記得吧 t度下降法它是不是有一些隨機的成分在裡面 什麼隨機的成分在裡面 起始值嘛 起始值不一樣的話 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會不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說 這一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你們有沒有開始對這個 統計公式的理解越來越被顛覆啦 從以前算數學式的時候 這個 數學式你可以接受 這個數值有誤差嗎 你不能接受對不對 你看我們前幾節課已經開始教你 欸這個 有一些誤差是可以接受的 我只要求近視解 到現在 連近視解都不近視解了對不對 但是答案還是相似的 這樣可以接受啊 欸可是 你說為什麼 我們試子要設計人這個樣子 欸我們前面在設計試子 講softmax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有邏輯啊對不對 也沒有人可以提出更好的公式啊 但softmax的效果就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避免這個問題 跟實際值比一下 你會發現這兩個預測效果 幾乎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不同 反正都錯兩個嘛對不對 所以說其實沒有什麼關係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所以我們在這裡的演示是這什麼 我教大家使用套件來進行多類別的預測 你必須要熟練的使用GLMNET這個函數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講一下 你今天這一節課 所有的數學的過程你都聽不懂也沒有關係 但至少你GLMNET這個函數你得會用 不然你以後就不會做多類別的預測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以後 一個病人進來 你想要預測他是 COVID-19 還是 一般的肺炎 還是普通人 那你發現你沒有辦法做 對不對 那所以說你必須要會做這件事情 好 練習題要來 練習題是什麼咧 我們剛剛 不斷的迴避真實的資料 我們希望你可以用Rate跟QTC 去預測AMI 那 注意一件事情 上個禮拜我們是不是教過 如果你直接預測的話 這樣不好 因為你必須把樣本分成訓練組 驗證組測試組 你在訓練組上得到的準確度很高 那又怎樣 那是考古題啊 對不對 你必須在驗證組上面 找到一個合適的切點 在到測試組上面得到最終的答案 所以你請你 試著 通過這一系列的函數 好你要做什麼咧 來注意哦 你要把 你現在樣本裡面是不是有 trainingX trainingY validationX validationY testX testY 請用trainingX 去建立這個預測方程式 trainingX跟trainingY 建立預測方程式 然後在validation和test上面 做 準確度的驗證 這樣可以吧 啊準確度的驗證 你就用前面這個函數就好啦 就是table這個函數 你把大家比較一下 你就知道答案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 這一題 這個練習題啊 當然你整個完全會操作的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但即使你完全照標準答案操作下去 你還是會發現答案非常的不理想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操作 這個操作非常簡單 你需要把這個 就是GLMNet這個函數 它的X就放進trainingX 我都已經幫你割好了 Y放進trainingY 然後 類別 family是martinomial lambda等於0 然後做出這個fitGLMNet 做出來以後 欸 你是不是用predict函數 把這個model放進來 然後跟你的X放進來 就可以得到你predict的validation y 跟predict的test的y 這個東西 我們來簡單看一下 predict的validationy 它是不是就是 notami的機率 nonstami的機率 stami的機率對不對 欸你說它這個怎麼負號 因為它就沒有softmax 不過沒有關係啦 反正裡面有softmax 你只要知道這件事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 要跟真實值比較一下 我們來看發現 你發現了什麼 欸你發現 這個predition variable 這個preditor的這個東西啊 它好像 它的預測值 是不是全部都是 最大值 是不是全部都是 第一個colon 你看 是不是全部都是 notami這個colon 沒有預... 那這樣子 它好像也不是 沒有預測能力啊 對不對 它的數值還是 有高有低啊 只是 你如果直接問它 最大值在哪的時候 它是不是都告訴你 欸 都是這個 都是這個 notami 可是你仔細看的話 你會發現 像這個它可能就很肯定 notami 對不對 因為它數值非常非常大 這邊有一些 欸它是不是就只剩下0.7了 它是不是有點不肯定 你懂我意思嗎 好這個原因是為什麼咧 好我跟大家講一下 主要原因 是因為 你看我黑板上面寫的喔 來如果今天 你的類別 就是你的 你原始資料裡面 你的紅球有1萬顆 黑球只有10顆 那如果你今天看到 你今天眼睛看到一顆 黑球 那你當然會 認為這就是 我就是運氣很好 抽中那 十分之一的 就是那個 千分之一的那顆球了嘛 對不對 如果你抽中紅球 那就當然就非常確定了 你如果抽中一顆 半黑 半紅的球怎麼辦 你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啊 你就看一眼 欸 有點像黑有點像紅 那你會猜什麼數字 你一定會猜 它是紅球 為什麼 因為 你眼睛看花機會比較高嘛 對不對 好所以說AI也是這個樣子 如果 你的 樣粉 AI為什麼會這個樣子的原因 是因為 這個 如果你今天 你的損失函數 你的那個P啊 對不對 你成的那個P 你不小心成了一個非常小P 那這個東西 你的你的總量本機率 是不是就小非常多 假如說你 正常來講 你成 你正常來講 你應該是這個 你就是 你已經知道這個 呃 整個國防疫學院 大部分都是好學生 對不對 你硬是要 隨便抓一個出來說 你說這好學生還是壞學生 你先閉著眼睛 你都先猜好學生 對不對 所以壞學生 你要猜它是個壞學生 這個比例啊 你如果要給一個信心水準 你通常也不會給的太高 這樣都有意思嗎 數字會有點變化 我這邊舉例來說 這樣隨便看一下 舉例來說這個 我們就不要指人了好不好 我們就說 欸你可能A先生 你可能是 呃 百分之 九十九 屬性百分之九一九的好學生 啊 B先生 你是百分之九十五屬性的好學生 那這樣子 其實是有一些程度落差 對不對 對不對 AI不是看不出來 只是他不敢那麼肯定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在做多類別預測的時候 其實遇到問題是這個 就是 類別不平衡問題 啊等一下我們再做 LVD了 我們等一下也會再做一個DEMO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還記不記 我們如果用 我們剛剛推導出來的方法 去求的話 你會發現答案也是一樣 所以問題並不是 欸 trainingXO 問題並不是 就是那個 Function出錯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問題是 問題不是那個Function出錯了 問題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預測啊 你本身你要去考慮一下 它的這個類別項目啊 NOT MI太多了 NOT MI跟STAMI的比較少 所以說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這個 就是修正 好 那我們要怎麼修正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問題 大家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今天的樣本 我們收了100個人 這100個人 很有可能就只有 3個人是心機梗塞 然後5個人是 比較沒有那麼急的心機梗塞 剩下人都是正常 這在真實世界是非常常見的事 那你剛剛你去找這個 花朵的這個 你當然可以說 花朵A收 那個 250個 花朵B 250個 花朵C也250個 可是真實世界 尤其在 病人啊 健康照護的這個領域裡面 樣本類別不平衡 是很常見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單獨 用一小節來講這個問題 好 實際上 問題是出在結局項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 市值的結局項 這個 COEF 然後這個 市值的結局項 你看到了嗎 這一個 NOT AMI的結局項 欸 喔就是 你會發現這裡啊 他幾乎就是 欸為什麼是 這個結局項為什麼那麼小啊 喔 因為這裡都是正的 這裡都是正的 總之就是 這一包乘起來的數字一定會很大 這一包乘起來的數字一定就會 比較這個 比較 就是這一包乘起來 因為他是負的嘛 對不對 他數字一定會變小 因為這個 RATE 通常是一個 還蠻大的數字 就至少他 心跳次數 總是六七十起跳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事情 是 這個 我們剛剛已經看出 什麼叫問題出來的結局項 就是 其實啊 也許 我 即使這個數字還是最高 但是如果我看到這個已經變0.8比0.39了 我也許就要覺得 那我要考慮 他可能是一個潛在的 Stami的病人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要怎麼決定這件事情呢 來我們先考慮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 要用RATE跟QTC 預測LVD LVD就是0跟1嘛 有跟沒有 這我們上一節課學過對不對 我們上一節課怎麼做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它全部複製起來 我們先把它全部複製起來 好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做一個預測 直接使用 我們同樣也使用GeroMNet這個函數 那我們預測出來的結果 大家看一下 這個 FitGeroMNet 就是它的 COEF 它的 拮据斜率 是不是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你對它還沒有什麼感情 你就做個預測嘛 預測完之後 你看到它出來的東西是什麼 是一個 就是一個 那個Linear Predictor 就是 在做那個S型函數之前的那個東西嘛 對不對 那 數字 大於0 經過S型函數轉換 是不是就是 數字大於0 經過S型函數轉換 是不是就會 大於0.5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個 S型函數 一個大於0.5的數字丟進去 經過S型函數轉換 它就會大於0.5 欸 就是 應該說 一個大於0的數字丟進去 它經過這個S型函數 就會大於0.5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來跟真實值比較一下 你發現了什麼 你現在在做這個Table這個函數的時候 你需要決定一個切點對吧 可是上個禮拜我們不是這麼做的對不對 上個禮拜我們是怎麼做的 我們畫了一個叫ROC Curve 對不對 那個ROC Curve 我是不是上個禮拜花了一些時間講 說 欸 這個 哪一個切點 每一個切點能夠給我們的敏感度跟特異度 是 是 不一定的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每一個切點給的敏感度跟特異度是不一定的喔 所以說 我要怎麼決定我的最佳切點是多少 欸不是這樣子 就是 大於0這樣簡單的去做區分啊 它是 這個我啊 我會想要 就是 我會想要啊 找一個敏感度跟特異度最大的切點 對不對 那怎麼找 我現在不是還有verdealing set跟test set嗎 verdealing set是不是就是幫助我們來找 敏感度跟特異度最大的切點 好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來 很簡單嘛 來 ROC Curve 好你會發現這語法幾乎沒有變啊 來 verdealing set 用predictor validation跟verdealing set 去產生一個ROC validation 然後去問他說 去問他說 這個 最大的 敏感度加特異度最大的點在哪裡 這 best position 然後找出他的threshold 你發現了他的threshold 其實是 -0.32 那接著 我們一路做下來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敏感度跟特異度分別是 敏感度70% 特異度61% 再講一次敏感度是什麼 敏感度就是 有病的人 有病的人就LVD等於1的 那 這個 他predict出來的數字 大於-0.32 這就是敏感度 那 特異度就是LVD等於0的 他predict出來的數字 小於-0.32 這就是特異度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所以 其實 你看你剛剛 其實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有驗證組 對不對 就是你剛剛 我們剛剛把 training validation test 分開之後 你發現你模式 建立模式的時候 用training set 對不對 可是你好像沒有用到 training set 對不對 那 難道這些 前面的那些人 就是以前 那個大家都說要分三組 是分好玩的嗎 呃 不是喔 好不好 你需要用他來找最佳切點 這樣我們就可以根據他的指導 告訴我們說 欸不是找 三個 數字最大就好喔 是要有一些邏輯去決定喔 那我們要怎麼找邏輯勒 我們再做一次 原本的答案 我們再做一次 這個全部都只是複製切上而已喔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跟剛剛的練習題 答案是完全一樣的喔 好差別只是在 我現在 可以把 我ROC curve 他鐵定是 二 二類別才可以做ROC curve 所以我必須把我的Y 換成 non-stemmy 比上其他 跟stemmy 比上其他 那因為ROC curve 只能夠做二類別嘛 所以我的判斷邏輯啊 變成要這樣子 首先我先決定 假如我先決定 我現在先把圖畫出來給你們看 藍色的線就是 Reduction set 紅色的線就是 這個 test set 那我們在製定 策略的時候 只能夠用 Reduction set 來做對不對 Reduction set 的ROC curve 顯然 這個 呃 這個 左邊的這個 判斷是不是 non-stemmy 這件事情 是不是比 呃 判斷這個 這個 是否是stemmy 來得更準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先用 Reduction set 找出一個最佳切點 去決定 他是 non-stemmy 還是其他 那接著再用 這一個 ROC curve 去決定 他是不是 stemmy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就不是直接在三個數字裡面選最大了 先挑一個數字出來 決定他是不是大於某一個數字 是的話他就是什麼了 不是的話就再找一下 看他有沒有什麼可能性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多類別的預測 他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你把ROC curve畫出來 你就發現 其實他是有預測能力的喔 他不是沒有預測能力的 這樣你們知道嗎 ROC curve 敏感度跟特異度只要超過50% 那他就是有預測能力的 只是也許沒有非常好的預測能力 不過沒有關係 這樣可以 好 那除了剛剛講的這個方法外 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就是 預測準確度提升 怎麼做呢 來剛剛我們說 我們的總樣本 如果是 有1萬個紅球 10顆黑球 那這樣子 AI在training的過程中 training就是在做T度下降法的過程中 他會非常害怕 去判斷一個 這個球真的是黑的 為什麼 因為機率太小 但是我可以騙他一下 我怎麼騙他 我故意把 這個黑球 本來只有10顆 我故意把它 變成1萬顆 我怎麼把它變成1萬顆 而就 複製1千次 這樣10顆就變1萬顆了 是不是一個非常 非常簡單的做法 好 這個 非常簡單的做法 叫Oversampling 這樣子 就是 AI在學習的時候 他就不會特別傾向 去偏重預測某一個樣本 這樣懂我意思吧 以後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以後你的樣本 如果有多個類別的時候 有多個類別的時候 這個 Oversampling這個技術 是非常非常常見的 你幾乎現在 如果你 你現在 就是你們大學生要讀paper 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 以後你們在paper上面 你們會經常看到Oversampling這個字 他就在說這件事情 就是 我現在 知道我的 有疾病的人 實在太少了 所以我要把有疾病的人 做Oversampling 只有 Oversampling 就只是一個簡單的複製而已 多麼簡單呢 我們來看我們的語法 我們只改training set 我們只改training set 我們的training set 我們把training set 0的1的2的 把它分開出來 分開出來以後 我們 這個 training set 0的 我抽5000個樣本出來 1的我也抽5000 2的我也抽5000 你會說他沒有5000個樣本啊 沒關係 你是抽了之後再丟回去 再重抽嘛 對不對 這樣其實就是複製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複製完了之後 我就把我的training x 跟training y 重新產生了 我現在總共15000個樣本 這15000個樣本 大部分是重複的 可是三個類別的重複比例不一 我強迫的人為的 把 NOT AMI 跟NON STAMI 跟STAMI 把它變成一樣多 至少在training set裡面一樣多 所以還記不記得 我上一節課講說 training set 你怎麼亂搞都可以 我現在就在亂搞 好我亂搞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好不好 我直接把新的資料拿來建模預測 我建完模了之後 我直接來預測 預測出來的結果給大家看一下 你發現了什麼 欸 本來 本來是不是都是 本來幾乎都是 這個NOT AMI壓倒性的數字優勢 現在大家差不多囉 現在數字是會變化的囉 這樣多有意思吧 現在數字會變化囉 數字會變化的話 我們再做一次 直接做table 我這次也沒有找切點了喔 我這次沒有找切點了 你會發現什麼 雖然預測的不是百分之百準 欸 不過我們剛剛就知道 他不是百分之百準 對不對 欸 可是他 他開始是有一定的預測能力的喔 他不是亂 他不至於說 全部都預測是同個類別了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說 今天這個 國防運學院想要找出這個調皮的學生 identify出來 你告訴 你訓練了一隻AI AI告訴你 每一個人都很乖巧 這個你相信嗎 你一定不相信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你看喔 他現在有一些預測能力囉 雖然說 也是有一些錯誤 不過有一些錯誤正常的 因為我們用了一真實資料嘛 那個本來就是有一定的機率 他這個 他就是會預測錯誤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今天啊 我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 我們等一下 還有十分鐘的時間 留給大家練習 我們今天的重點是 我們教了大家一個新的 這個預測方程式 多元類別預測式 這樣喔 我們原本只會先進預測 上一節課我們再次學會了 二類別預測 現在我們學會了多類別預測 那我們目前又擴展了一個功能 那這個 第二個是 你應該更了解 驗證組的重要性 所以樣本真的要切三份 樣本不切三份 你很多東西都沒有辦法操作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你必須嚴守 在testset上面 你只能夠做 預測一次 這樣的一個 原則 所以你不能 你這樣子 就不能夠 你就太多東西 你必須要 每個人set來幫忙 好然後 GLM.NET 他其實可以做到 我們目前學到的所有事情 那他其實也可以拿來做存活分析 還有一種資料 是我們還沒遇過的 我們下一節課會教 叫存活分析 存活分析是什麼勒 今天有一個病人 進來到你面前 他經過了 100天 死了 他經過了200天沒有死 那請問一下 經過100天死了 跟經過200天沒有死 當然是經過200天沒有死的 這個人活著比較久 對不對 那一個經過200天沒有死 跟一個經過300天死了 請問一下哪一個比較長久 不知道 你有沒有發現 你多了一個變因出來了 就是 過了多久 他的outcome 是不確定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東西 叫做存活分析 我們下一節課會教大家 完整的存活分析 現在最常用的 Cox Proportional Hata Model的推導過程 再加上如何使用套件來進行 你們未來 至少在 醫學領域 我們 限制預測 還有這個 二元類別預測 多類別預測 跟存活分析 這四個主題的預測任務 大概佔了整個醫學領域 大概百分之 我覺得可以到百分之九十九了 就是幾乎沒有其他的 預測種類了 好不好 除非你今天要去找一些 奇怪的工作 那這樣的話 才會超出這些範圍 好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再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 把剛剛那些 語法再稍微貼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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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